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各位 这个东西是我们计算机基础课程的重点 就是网络基础课程的重点 非常重要 我需要你们把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最起码基本的概念 常用的这种分层要能够背下 好吧 那么好了 各位 我们今天学的是两个模型 一个是 一个叫做OSI七层模型 另外一个是 CCP四层模型 各位 首先说 我们当今在互联网上 所采用的所有的网络型 所使用的所有的网络程序 它都遵守这个模型 它是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开发出来 OK 那么 先来讲今天的第一个东西呢 是OSI模型 那么各位 首先说一句 OSI模型 OSI模型 也叫做 ISO OSI模型 各位 ISO是啥 我们昨天学过了 ISO是啥 哎 这个东西就啥了 没啥东西 那么 ISO是什么 我们说了 昨天是不是都已经看了 啊 标准化 组织 绝大多数的 很多的这种 国际标准 都是由它 这个制定的 我们去超市买个鸡蛋 上面是不是也恨不得写 ISO901 ISO903 是吧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这种标准 那 这个家伙呢 这个涉猎范围比较广 除了你的这个日用用品 它 是不是还给我们的互联网 第一个标准 OK 它的标准叫做 OSI OSI是开放 系统 互联 的 简称 那 各位 我们 今天 学习的这个东西 我们的这个 模型 最早出现的 或者说 建立我们互联网标准的 就是这个模型 OK 但是 你小心 这个家伙仅仅只是 模型 什么意思 我们实际在互联网当中 使用的家伙 并不是这个模型 而是 经过简化之后 的 TCP模型 OK 但是 TCP模型是通过它 演变过来的 明白 所以 各位 我可能重点讲的是这个模型 讲完之后 TCP模型和咱去对照 你就知道它的功能了 能听不 好 好吧 那么 哎 你不发现没 这三个字母啊 颠倒一下 是不是就两个不同的行业 啊 我不知道你们都见过这个吗 啥 就是 交换机和路由器的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 我们后面是不是要学交换机的路由器 啊 它是自带操作系统 那 那个操作系统它既不是Windows 也不是Linux 根本不是Unex 而是 思科自己开发的 它给它起的名字叫做 Linux 那 这三个字母是不是来回监导 都有作用 啊 我再说 像这样的缩写 一定要背起来 啊 否则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就说了 聊天里的时候都这么多我在说什么 没错吧 啊 要背啊 那好 各位 ISI模型呢 是我们目前最主流的模型 最主流的 或者说 我们所有的互联网协议 都是基于IOS模型 这个开发 ISI模型开发 我先问一下 ISI模型首先是一个分层型 对吧 啊 那它干嘛要分层呢 哎 比如说 我要管理一个较为复杂的这样子的 组织 公司 或者是国家 我们需要有层次吗 有吗 为什么要选 因为 各位 每一层 是不是指管理 上层 是不是指管理 它的对应阶层 啊 其他的层 它是不是都不理 讲话的管理操作 能听到我说什么 啊 啥意思啊 国家主席 什么只负责管理 各个部的部长 什么的这些 省港 就够了 啊 然后呢 具体的事情 是不是他们在负责 由他的下层单位 是不是对他负责 要不然的话 全国家的事情都由一个人去管 这个人就算是三头六臂 他也干不了 对吧 所以各位 第一 分层最好的作用 第一个是电影管理 第二个 第二个 责任盈期 什么意思 任何一层出现的问题 你是不是只要找对一层层 就能解决 啊 那 不需要是不是 就是从头到里到处排查 他查找责任是不是好 或者说处理故障 是不是容易排除 能听懂 啊 能闭解吧 啊 那个 呃 那个 比如说 法文青人经常说啊 什么有人背黑锅 出点大事就有人背黑锅 其实 倒也不算是背黑锅 因为什么 这是你的直圈范围之内 对吧 那你的直圈范围出了问题 那是不是肯定得到责任明确 能听到啊 所以 各位 这是分层 那所以啊各位 我们这个东西是一个分层模型 首先确定 它是一个分层模型 哎 分层模型 那么注意 它分为上层和下层 这一层是最上层 这一层是最底层 OK 啊 那么各位 最上层的东西 越接近用户 那也就是说 人是直接操作的是 应用层当中的 这些程序 你们能够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程序 都是应用层 比如说 我们要上了 是不是在使用浏览器 啊 这是典型的应用层程序 OK 啊 我们要看一个看电影 是不是要使用播放器 那么当然啊 电影还不是 为什么 电影它不需要通过 这般情况下 不需要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 所以它没有应用到这个 这是网络模型 也就是说 只有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的东西 是不是才需要遵守这四层模型 听懂吗 听懂吗 7层模型 听懂吗 它如果不是经过网络特殊 它说不一定是这个模型 听懂吗 嗯 再讲播放器 播放器的话 它牵着很多东西 但是基本的也是这样一个模型 我就说 越靠上的东西 它就越牵近 以后 越靠下的东西 越牵近什么 实际的物理理解 比如说 什么是物理层的东西 各位 网线 你的网卡 都是物理层设备 明白你说什么 啊 那什么是应用层的东西 你们常用的软件 让用户直接操作的这些东西 都是应用层 听懂吧 啊 好了 先分成上层和下层 接下来呢 我们要知道 上三层 是给用户提供服务 而下四层 是用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也就是说 这四层 是不是才是真正来控制 数据在网络当中 如何传递 OK OK 那么 先不理解了 你就先知道这个概念 就可以了 上三层其实只是 针对用户服务的 而下四层是实际的传输 那我问你 既然要实际传递 要传输数据 它该有一个计量单位吧 啥意思 它是不是该有传输单位 也就是说 看在这里 物理层叫做比特 而比特 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比特类 比特类 听懂了 二斤之位 那也就是说 一旦数据从上层 传递到了物理层 它真正 它已经把它完全 变成二斤之数据流 然后通过网线网 再发就行了 你们听懂 也就是说 上面做的这些工作 其实都是什么 把对应的信息 是不是写在我要 发送的这个电报里 你可以理解 计算机A 要给计算机B 发一封电报 这个电报用的 不是我们普通人 能看到的这种文字 而是什么 就像我们那个 发电报用的 摩斯加码 其实它用的 就是零一零一零一 对吧 那它是不是该把 所有的有用信息 通过层层投递 然后把它都翻译成为零一零一 最终是否才能在网线当中传递 明白了 说什么 明白 它是不是负责实际传递 它传递的时候 就是计算机最小单位 二英之位 比特 能听懂 能听懂 那 在数据量的层 它的单位叫做真 而 在网络层 叫做暴位 真是什么 待会来解释吧 真其实指的是麦克地址包装 把麦克地址封装前来去调整 那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一般 也习惯于写成包 哎 数据包 都听过吧 都听过吧 我们一般说是 在网络里发的 是不是都是数据包 其实这种说法 其实是有一定的奇异 我们真正发的 是不是都是比特流 但是比特流 对我们来讲是 空 实际上是不是只有到这一层数 才能还原出来它的实际内容 我说才能看懂吧 所以奇怪的 都叫做数据包 但是记得 在网络层传的东西才叫什么 包 数据包也称作报文分组 它也称作报文 报文分组 啥意思 报文其实就是我们要发送的数据 但是呢 这个数据 你想 你写一封信 哎 我发一个数据 它是不是必须要遵守我的一定的格式 我的数据包是不是有格式 啊 这一位格式最典型的 我的每个数据包的大小是有局限的 我们在IPv4协议情况下 我的数据包的大小 一个数据包大小 不能超过65,535个字节 OK 那其他格式先不说 我就说大小 那我问你 我要给你写一封邮件 我就能确定 我写的这些邮件 刚好是65,535个字节吗 不可能啊 那我身份可能比它大 那如果是比它大怎么办 是不是要把它拆开 拆成符合我数据包大小的这种包 就是才能发送 那把数据 也就是我们说的报文 拆分成按照一定的格式 拆分成数据包 我们就叫做报文分组 听懂我说什么 其实是有包 它要按照格式包装才能叫包 明白 明白 这是第二个内容 那在传输层这里 传输的数据 我们一般称作断 数据断 但是 数据断容易产生奇异 什么意思 数据也叫断 断落实也叫断 什么什么 反正好多都叫断 它容易产生奇异 后来我们把这个东西标准 它其实还是 现在很多资料里 还是习惯性地把它叫做断 包括我也习惯 但是我们后来查到资料里面 它都把它严格做了这样一个区分 把它改成了叫做TPTU 那么这里TPTU是啥 我也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 在这里我加了不是 传输协计数据单元 OK 上面每一层其实都有一个对应数据单元 看到了 其实我说 实际上来说 只有下四层才负责传递 也就是说 只有下四层 是不是才需要有传输单元 上三层不需要传递数据 所以它不需要单元 能听诺子说什么 但是 因为给它给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准命名 所以它默认也给它给了一些命名 OK 这种东西 我说实话 考到的几率不大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习惯一这种命名 包括我 那我们习惯的那些方式还是什么 下四层 只是针对下四层 是吧 比如说 针 包 断 这四个 这个单位要记下来 听懂吗 它针对的是下四层单位 听不懂 上面这些 能记下来 当然最好 记不下来拉多 OK 听懂吗 来 我讲了两个事 先讲了两个事 我写到这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我讲了两个东西 第一 上层的协议贴近 用户 而下层协议贴近物理价 OK 啊 这样的呢 这样的呢 下四层 下 下 四层 用于 数据 传输 传输 上四层 上三层 上三层 用于 对用户服 服务用户 其实 什么叫服务用户 我待会来分层解释 是什么能理解 好吧 那先写这个 然后呢 下四层是有单位的 这几层叫做物理层 OK 它的传输单位 单位 比特 比特流 或者比特 都可以 能听吗 那么第二层是 数据列入层 这个能记下来 它的传输单位是 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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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层 网络层 别看 帧 Valley 去上 也吧 � 帧 第四层 传输手 欸 我师傅把它写反了 应该还是她写的下面 是吧 这个写的上来 好吗 them 暖 改一下吧 要不然你们刚开始去 容易 容易 嗯 好,这是讲的两个内容,OK,总共就讲了这两个内容,没问题吗? 没问题吗?没问题吗? 没问题。 然后呢,第三个这种,数据如果是发送方向,我要对外发宝,我要跟你之前进行网络连接,我是不是先给你发送宝,然后你再回应我的宝,能听到吗? 如果是发宝,它的传输方向是从上层向下层传进,能听到我的说什么?什么意思? 首先在上层,我是不是把我要写的数据,比如说我要给你写一封邮件,可以吗? 我是不是先要把我给你写的邮件,是不是写好?我只要点发错,数据是不是就传递到了下一层?能听到吗? 那么在这一层,它做它的工作,它的工作完成之后,是不是数据传到下一层?把每一层的工作都做完,最终到这里,是不是就把整个数据包里面所有需要的必需信息,包含我要发送的信息,是不是全部都已经写好了?能听到吗?接下来,是不是通过网线传输?明白?可能。 有人说,发送数据包是从什么?从上层就向下层来发,那接收数据包呢?下层向上层发送,它们之间通过接口传递,但是我说,这个接口是虚拟概念,逻辑概念,在实际的电脑当中,网络协议当中,我们是找不到接口的, 你只要理解就是什么,它是不是得把数据从上层,第一层传到第二层,它得传过去,那通过这种东西呢,它可以编个名字,叫接口,明白?其实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逻辑想象的东西,实际在做,实际在经手,但是,它们之间也要有些东西要找到,找不到,听懂吧?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什么?这三个东西是,发送数据包,它是干嘛?数据从上层,下层传递,而接收数据包, 数据从下层,向上层传递。能微解我说什么吗?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各位,我们原先还说,下层的数据包,为上层提供服务,上层管理和管理, 管理和控制下层,OK?那现在我们说,上层管理和控制下层,其实不明显,但是明显的是,下层会为上层提供服务,这种的问题。听懂吗?我说一说,听懂吗?听懂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听懂吗?听懂吗?听懂吗?重新设计,那么第四个内容,讲第四个内容,什么?只有物理层负责实际的数据传递,而其他层 vari帅价格责? 哼 啥意思 看 我这张图上画的 看 每一层时候都有个线 那这层之间它们之间互相实际传输数据吗 不是的 它指的是 它的意思是什么 看数据是这样的 在这一层是不是传到这 一层一层往下传 最终是不是传到物理层 物理层通过网线 是不是进行实际数据传递 到达对方之后它是不是向上传递 但是它的意思是 数据链路层的信息 对方发送的数据链路层信息 只能在接收端的数据链路层获得解析 它才能认识 别的层都不认识你在说什么 明白 你说什么 所以我说 每一层是不是都是逻辑追应 只有谁来负责实际传递 物理层 其他的层都是什么 就是说我在网线层写入的数据 只有到达对方的网线层 它才能干嘛 看得懂你在说什么 否则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明白了 所以这些连接都没有实际连接 只是什么 邏輯连接 这种怎么说呢 这应该算是通用规则 或者这种规则 好吧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这七层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OK 各位 我说 每一层的功能其实都非常多 每一层的功能都很多 尤其是像传输层这样的层 它的功能是历长巨大 但是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简化 也就是说 我只是在告诉你 它具体的这个 怎么说主要功能是什么 那详细功能 我下面会用这样的幻灯片 是不是来进行 这个 怎么说呢 来详细一下你 听到吧 OK